富兰克林在历史上是个超伙的名字 有探险家 科学家 野心学家 还有美国总统 不过这些富兰克林都跟我们没关系 等等 把他留下 这位著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有句名言 人的一生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 死亡和纳税 死是要掏钱的 纳税也是在掏钱 可是你知道自己都交了哪些税吗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工资单上的个人所得税了 个人所得税是对个人取得的各项所得征收的所得税 2011年 我国将个税起征点从2000元上调至了3500元 缴纳个税的人数有8400万 减至2400万 假设你上个月的工资是6000元 减去1000元的社保 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45元 相比之前少交了280元 那么工资以外的收入是不是就不用交个人所得税了呢 做梦呢吧 我们的兼职工资 劳务报酬 告酬 年终奖金 重彩票 都是要交个税的 就连单位发的月饼也要被咬一口才能给你 如果你的收入只有工资 并且扣除社保后低于3500元 是不是就不用纳税了呢 行行吧 千 除了所得税之外 还有流转税 资源税 财产税 行为税 总共5大类19项 2010年 我国税收总收入为73000多亿元 其中个人所得税约占6.6% 那剩下93.4%的税收收入是从哪里来的呢 一个标价100元的披萨 这一块15.39元是企业的利润 这一块50.08元是成本 分别被上游企业 职工 电力 自来水 房产公司等拿走 剩下的21.4元是各种税费 包括增值税 承建及教育附加税 企业所得税 也就是说 每一个环节的消费行为 都会出现相应的税收 并且最终由消费者买单 所以消费者其实就是纳税人 一瓶3元的啤酒 包含大约6毛钱的税 每喝一口就要缴税4分钱 一件100元的衣服 含税约16元 100元的化妆品 含税约44元 人在江湖漂 哪能不买房 在排山倒海般的房价中 包含了62项税和费 大约占到房价的30%到40% 轻度有点略微的高啊 不管你是宅还是府 总是要出门或者被出门的 不论是天上飞的 地下跑的 水里游的 都是要交税的 一顿饭一万块 其实不过分 至少其中的教育附加税 14块7毛8 帮助了他 他和他 在福布斯2009年的 税负痛苦排行榜中 中国排名第二 那么我们到底痛不痛苦呢 据统计 2009年 我国宏观税负为 20.1%左右 不过这里的税负 只包含了税 而我们在生活中 还面临着各式各样的费 例如 过路费 过桥费 燃油费 责赞助费 收入费 决人费 您没得到亲密贸 道路亲费 加上各种非税收入的 大口径宏观税负 约为32.2% 已经迈入了 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2011年上半年 我国税收总收入为 5028亿元 同比增长了29.6% 上半年 全国财政收入 约为5.7万亿元 同比增长31.2% 有学者预计 今年的财政收入 可能将达到13万亿 这么多钱 该怎么花呢 自1995年以来 我国GDP平均每年增长 不到10% 而税收平均增长20% 据有关部门 负责人透露 中国的宏观税负 还无法满足公共支出的需求 今后十年 中国税收占GDP比重 还将继续上升 另外 通货膨胀 也是一种隐性税收 中文字幕提供